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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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重娘那一夜其實 它真的就是過了 有得獎跟沒得獎 其實那一夜就是過了 其實跟你未來要走的那條路 是不大相干的 可是那時候 可能是一股不想服輸的心情 然後我什麼也都不管 然後我也不會去挑 我只是想一個心情就是 我要讓你看到我願意做 我願意讓你知道我的熱忱是什麼 在表演的道路上面 我是不可以忘記自己的初衷的 我為什麼喜歡表演 我對表演的熱情是什麼 而不是因為我來表演 是要未來要拿獎 大家好 我是這一期的看板人物楊錦華 很多時候大家都是在從戲劇上了解到楊錦華 或者是其他的角色 但這一次來到這邊 我非常感謝看板人物 所有的團隊還有念華姐的邀請 然後讓大家 來了解一下私底下楊錦華 是一個怎麼樣的 歡迎歡迎 錦華歡迎你 謝謝謝謝謝謝你來 還想到師娘 又不像師娘 請坐請坐 有啦師娘在這邊 師娘在這邊 對 她應該是眼光這樣看著妳 看看妳怎麼樣來談這一段 對 她想說要好好談這樣 對 但是中間的照片 是 這是 其實錦華 從妳這麼長的時間 留給我們很多很多印象 在海內外很多觀眾的腦海裡面 但我們選這三幅應該是 在妳生命裡面不同的階段 對 然後這些印象其實很好 它都沒有框架 因為妳今天來我們又看到了一個 很fresh 全新的景華 中間這個是 2016這一天 讓妳非常的難忘 金鐘獎這一天 妳怎麼樣駕馭這件禮服 這件禮服 第一美 其實這件禮服本身就是已經非常的完美了 所以其實 我在穿的時候 其實會讓我更有 很有自信 然後很有態度的去走那個紅毯 其實妳們知道我在走紅毯的時候 那一天是重感冒的 所以我完全是 重感冒是完全耳鳴的 完全我聽不到想說 完了 我聽不到任何人講話 但是我沒有 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就是這樣 擁擁懶懶的走出去這樣子 然後讓人家覺得 就是 看不出我有生病來 這反而是另外一種感覺 可是妳準備這個晚上 應該是 因為妳一直到揭曉的那一刻 都是呼聲最高的 2016的金鐘獎的 名後 那所以 怎麼會讓自己感冒跟生病 我覺得這個晚上應該對妳非常非常重要 對 我前面都是 可能前面的一些準備 因為那時候 十月份的時候 有很多的一些工作進來 然後還有舞台劇的一些排演這樣子 然後可能我覺得人真的就是 不要放假 一放假的話 他就會整個就是 會感冒就會起來 因為那天 我告訴我自己 因為妳免疫系統要跟妳討債啊 對啊 我告訴我自己說 我在金鐘獎的前一天 要完完全全的放空 要完全的放空 就一放空之後 隔天早上一起來 我就重感冒 那等到揭曉的時候呢 那個病情有沒有 還是在打開呢 資料裡面我先問啊 就是07的時候 對 那時候拜犬女王 不會是女配角入圍嗎 對不對 07的拜犬女王 嗯 拜犬女王是女主角 白色巨塔是女配角 對 資料寫說 有一份 因為只有一份裡面是這樣寫 她說那時候 最後失望哭著回後台 對 那是第一次的時候 是嗎 第一次入圍 就是白色巨塔的女配角的時候 但是 因為可能是因為畢竟第一次嘛 但妳沒有撐住 因為就是說 不想讓人家看出來 第一次那時候 當然不是在前面啦 是到了後台的時候 就是哇 就是會還是會 忍不住的掉淚 對 那我們講就 隔了九年 將近十年 對 其實不一定 不一定比那個時候的失落 要更好一點 對不對 其實 因為經過了白色巨塔 然後又 拜犬跟女王的誕生 這樣一次一次的入圍 其實 在第一次的時候入圍 然後回到後台哭 我會覺得 自己怎麼這麼的 這麼的 這麼的 這麼的笨這樣子 然後其實 我就會告訴我自己說 下次如果再有機會入圍的話 然後 我是不是要去調適自己的心情 結果 當 之後白選又入圍了 然後 心情又告訴自己說 平常心 平常心 放輕鬆 放輕鬆 然後但是真的在 進去那個場地的時候 其實是不輕鬆的 可是當 知道 沒有得獎的時候 其實可以慢慢的去調適 然後 得到了 再次就是 女王誕生嘛 一樣 也是可以調適的很好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還反過來安慰家人 因為 家人會覺得 怎麼又是不是你 什麼的 我會反過來說 又沒有關係 就是還可以繼續 繼續再 再 再表演嘛這樣 那但是這一次的 嗯 師娘一把親 我可以很誠實的 坦誠的說 嗯 那一次的確是 有一點點的沮喪 然後有一點點的失落 那我覺得 那個沮喪跟失落 是因為可能 對於這個角色 我在拍攝 七個月又十天的 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 整個人是 融入在那個角色裡面 就很容易被帶進去 然後劇本又寫得非常好 導演又導得非常棒 然後所有的工作團隊 所有的演員 每個人都非常進入狀況 所以 你知道那個就是會 把你的整個人 也都帶到那個時代裡面去 所以其實那時候 對我來講 我的那個難過跟失望跟沮喪 其實有一半的心情是 因為沒有替師娘 得到了這個獎 然後也沒有替導演拿到這個獎 所以 不瞞您說其實隔一天 早上起來的時候也是 我也是個人 正常的人 所以也是會有 難過的心情 掉淚的心情 在金總獎 那一夜其實 它真的就是過了 有得獎跟沒得獎 其實那一夜就是過了 其實跟你未來要走的那條路 是不大相干的 我覺得有一個好奇妙 就是說你有一個心情是 你覺得那一次揭曉之後 最佳女主角不是你 你會覺得對一把親的師娘 心裡覺得很抱歉 就是說你有一個感情說 是不是因為我沒有把你 演出那個淋漓盡致 對 所以讓你沒有辦法 再一次得到肯定跟榮耀 對 所以師娘這個角色 在你從一以來 這麼多角色裡面 它有點像你的一個標竿 它什麼部分 其實是你的標竿 感覺其實是不止眼它 我覺得它可能 成為你一種指引吧 有耶 其實我 作為一個人的指引 對 在戲裡面我看到它的 大氣 容忍 它的堅毅 堅強的心情 因為在那個時代 不是它一個人可以做好 就是可以做決定的 是時代在決定他們的生命 所以 可是它又是可以如此的堅強 然後陪她的丈夫江偉成到最後 逃亂到台灣到最後 她的先生選擇自殺而離開她 所以 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勇敢 跟堅強的女性 所以其實我在她身上 學了很多 所以那可能是你 原來很希望你自己 有一種性格直訴 就是那麼那麼的強韌 可是你都 你還沒把 在人生界裡面 你還沒有被壓迫到 必須活出那個強度 所以遇到她你就覺得 她是一個標竿 標竿 其實標竿又是知己 是 你的名字有一個井字 對 這個 我們上一輩替我們取名字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種期待 可是也像有時候 像一個祝福或預告 對 你深信是不是 相對一個比較拘謹的人 我 相對 相對是 相對是 那你在詮釋 師娘這個角色的時候 最難的部分在哪裡 不管是個性 或者甚至是走路啊 任何一個肢體員 你印象裡面的時候拍 七個月有十天 在初期比較難的時候在哪裡 因為他們經過 經歷過戰火 我們是沒經歷過戰火的 我們是非常自由的年代 所以其實要去揣摩這個心境 跟她的氣度 其實對我來講是比較難的 像我會直接反映就是 可能是這樣出來的 可是導演希望我是往內收的 所以可能觀眾會看到很多 就是我往內收的一些情緒 你知道往內收的那個情緒 哇 那個出來的那個能量 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你在內心是波濤洶湧的 可是你外表是要非常冷的 很靜淡定的那種表情 所以每次當導演一喊咖的時候 我的情緒是要 必須要爆出來的 否則真實的楊琴華 是沒有辦法承受 就是師娘的那時候情緒 所以常常很多次導演一喊咖的時候 我是一直在淚流不止的 所以是像一個休眠的火火山一樣 對對對 你這個一把青我想 所有海內外觀眾非常喜歡的戲迷都知道 他整個劇本是脫胎自白鮮勇老師的 是 一個短篇小說 所以你自己做了哪些功課 或是說搜集哪些資料 幫助你能夠詮釋 跟我們現在的時代 差了半世紀的 這樣一個女性的標竿角色 對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 道道弟弟的本省人 然後 其實他們 比如說外省人的生活啊 比如說他們打麻將 外省人他們很喜歡打麻將 那他們打麻將的方式 跟在桌上可能打麻將 他們不是真的打麻將 他們是在可能 某種社交 對 某種社交跟聊天 那這個部分是我比較 不太清楚的 不懂的 那剛好因為 天心他是外省人 所以他有時候會跟我講一些 他們小時候的故事 然後我們自己也會去 比如說 看一些 像 色界那時候 不是有一些 像這樣的故事年代 然後我也去搜尋一些資料來看 然後還有剩下的其實一半 就是要靠我們的閱讀 跟 還有讀劇本 把它讀到熟透 然後 所以那時候我的劇本是 每天都是抱著 在我的胸口 就是 躺著睡著的 要不然就是我走去哪 劇本都跟到哪 這樣子 所以到錄影的今天 距離你拍這部戲 已經隔了兩年的時間 然後距離金鐘獎這一頁 最後你沒有 因為師娘這個角色走到領獎牌上 也已經過了兩個月了 對 所以你回頭去想 其實這整個劇跟這個角色 他給你的整個獎是什麼 詩集上面 整個獎是什麼 在表演方法的上面 在學習表演方法的上面 在 我覺得 師娘 其實我覺得 在表演這個每個過程當中 都是比較 對我來講 表演就是學無止境 他是永遠沒有一天會停止的 今天即使我上了台 領了那個獎之後 也並不代表 我就停在那邊了 所以 對於 比如說這次的結果 我回頭再去看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結果 對我來講 是好的 為什麼 是因為 我反而更認識自己 在表演的道路上面 我是 不可以忘記自己的初衷的 我為什麼喜歡表演 我對表演的熱情是什麼 而不是因為我來表演 是要為了要拿獎 但是 就像一條道路上面 突然有一個獎項進來 給你一個鼓勵 很開心 很振奮 可是 就算拿了獎之後 你還是要 往前 讓自己更進步 然後我把我要講話的時間 我給景華 因為她是我 心目中最佳的女主角 一把青拿下本屆精中 戲劇節目獎 導演曹瑞媛 特地Cue 楊景華向前 謝謝大家 就是很 很謝謝導演 然後 可以讓我嘗試一個 這麼不一樣的角色 有點哽咽 感覺她力求鎮定 呼聲很高 卻未能豐厚 楊景華努力不讓 情緒潰題 例如她在一把青裡扮演的 師娘秦千怡 空軍大隊長夫人 那樣大氣沉穩的姿態 對 日子過了 就好了 日子過了就好 你不都是這麼說的嗎 日子沒有過 是重來了 她那個氣質 還有她那個身形 你覺得那個身形 站在一群女人上 妳就會看到 那樣一個實驗 就是妳要展現那樣的氣度 其實 其實每個人的生活經驗裡頭都沒有 那你九萬七萬分不清楚啊 還想你先自行學 因為憤怒 她常常大家理解就是 把所有的情緒往外逃就對了 因為所有的人在街頭抓狂 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會 漢導演回憶起拍戲過程 即便隔了一年多 楊景華專注聆聽 還是很投入 師娘角色個性壓抑 濃烈情緒得內斂 自持的收折 是你們害死我爸的 沒有人會知道我 我爸就給你殺了 你跟我走 娘對不起 我走錯過你的走 你在表演的時候 被我壓抑太久了 這場戲 師娘開槍殺了曾侵犯她的男人 痛苦不是用聲嘶力竭的哭喊方式 卻一樣讓人揪心 嗯 不能掉進那個畫面 那場戲你一開始是先看大海嘛 對 嗯 然後 看著大海 這場戲其實是 嗯 是師娘最 最 就是最悲痛的 這一場戲 那其實那個東西其實 還滿 彷彿重回拍戲時的氛圍 角色的印記 楊景華說 直到殺青半年後 才完全跳脫 因為七個多月的拍攝期 她深刻的過了師娘的一生 拿出一把輕劇本 每集都包好書套 謹慎對待 她的那個質地有點像 大地上的土跟水 就是演員就是要靠一些想像 劇本裡很多密密麻麻的字 是楊景華對角色的理解和對話 像助記者 22歲大四認識先生 或是把台詞背好後再寫下來 她還有一個隨身攜帶的籤筆盒 放滿各色的筆 就像個用功的好學生 對待演戲正門功課 童聚的天心 也被她的認真震撼到 就有一次 景華整個人就 沒有跪到那個位子 那個點上的時候 你就聽到那個膝蓋這樣子 很用力的撞擊 然後我整個這樣 就一驚這樣子嚇了 我就整個因為嚇一跳的時候 然後我就這樣 就像我這樣看著你的感覺 然後她完全不為所動 她還是繼續演 對嗎 一起來吃快 自己來吃這樣吧 用心詮釋一個角色後 沒獲得獎項的肯定 又是另一門功課 那我問妳 妳要得獎第一籌 還是第一美不得獎 她常問我這個無聊 你看她無不無聊 我講實話誰關心美不美 我就是要得獎 我沒有 真心話 這是廠商 背好有虧 楊錦華搞笑回應 其實金鐘獎後 她花了幾天時間 消化失落 再自省 她說其實人生本來 就是有得虛跟成敗 對 如果真的要我再選一次 回到8號當天 我寧可 還是這樣的結果 如果我沒有經歷過這一次的話 我下一次不小心又入圍的話 我可能沒有帶著平常的心 去面對這次的長相 我想最令我覺得蠻感動的是 她想要突破她自己 她想要跨越 那我覺得很少人有這樣一個意識 她想要跨越她自己 楊錦華勇於改變 跳脫舒適圈 其實在接演一把心前 她歷經一段很長的低潮期 不是壞阿姨 你們可以叫我姐姐啊 你明明叫余瑋文 8年前的偶像劇 《敗犬女王》 讓楊錦華攀上事業高峰 聰明漂亮的都會女子形象 深植人心 但之後找上門的角色 很多都是類似的路線 連續好幾部戲 她的努力無法反映在收視率上 如果我沒有經過那些美好的過程的話 我就不會知道我自己 想要什麼要什麼 曾經冷艷幹戀的外型 是她給人最強的記憶點 十多年前的白色巨塔中 飾演為了成功當醫生小三的記者 卻又捨不得打掉小孩 和前輩戴力忍對戲 楊錦華親色中仍展現強大氣場 這些矛盾性格 在她一個比較現代感的外表之下 卻不會完全被排除 她也很快的可以找到 她應該要怎麼調整她的表演 來跟上大家的步伐 所以我才會說她其實 在她的努力之外 她是很有領悟力的表演者 這部戲讓楊錦華第一次入圍金鐘獎 從第三者 女強人到大時代的師娘 演技外放到內收 也歷經四次金鐘的鯊魚而歸 她曾經懷疑自己的表演 現在楊錦華懂了 演員要走過人生的高低起伏 刻畫劇中人的悲喜 才能更有體悟 讓觀眾更有共鳴 剛剛看到那一幕 你還是 我看有人拿衛生紙過來 對 眼角魚光看到 還是會 所以會有很多很震撼的場景 曹濤你講話 就是想講 像一個導師嗎 其實我在念書的時候 然後我不是那種自幽班 也不是放牛班 我就中間班 然後但是我很喜歡聽大人們說話 我很喜歡 然後所以像比如說 我就是覺得像智者啊 或者是老師們講話 我都會這樣 就是很認真在聽 我覺得會有點像那個 蔡月薰導演講 她好準喔 她說 她覺得你是一個很有 領悟力的演員 就是悟這件事 可能對你來講是 非常讓你興奮的一件事 我應該這麼講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真的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但是我值得我自己很驕傲的一件事情 是我很勇敢 我真的很勇敢 然後應該講 如果年輕一點的話 講應該是傻勁 但是現在的我的話 我會形容我自己是一個很勇敢的一個女生 然後即使挫敗 我一定會有反應 但是就算有反應之後 也要謝謝我爸爸媽媽 就是給我一個很樂觀的基因 生在我身上 你是十四歲拍第一支廣告片 十五歲 十五歲 但從那時候就入行了嗎 還是後來等你完成所有學業才 完成所有學業之後 然後我有被培訓 就是女孩子團體唱歌的那一種 可是兩年後沒有成 之後我在就是 先第一部進來的完整的一部戲是 代理人導演 對他導的一部電影 太平管久招舞 開始一路的我的表演路程 總共有十五到十六年 在這個中間 你有過一次試鏡的經驗 我想你會 在過去的訪問裡面會提到 因為我覺得那是比較不可思議的 因為那個時候 已經是一個有知名度的演員對不對 就是說你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相信男女演員都一樣 他是會被挑選 對 結果那一次試鏡就是說 那個男主角也沒有到 對不對 是一個替身的男性 然後你們還是導演要 你試一段親熱劇 所以就是跟那個完全不認得的人 對 其實那一次是2009年 就是他們說要試鏡 那我就去試 然後但是他們給我了三場戲 然後其實有一場是要跟男主角 就是親熱的戲 可是我想說 欸 男主角怎麼沒有來 然後後來我想說 該不會我要自己對空氣親吧 還是什麼 結果後來他們請了一個 現場的工作人員 然後就說就跟他對 那裡面是真的有要親的親熱劇 然後我什麼也都不管了 然後我也不會去挑 我只是想一個心情就是 我要讓你看到 我願意做 我願意讓你知道 我的熱忱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就 就直接請了那個工作人員 然後也直接就是 正常的一些順 試鏡的順序來這樣子 結果後來最後他們還是 不要我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的衝擊力跟打擊 其實是挺大的 那時候是我在表演的生涯裡面 第一次就是有一點點 像是挫敗跟有一點點好像 小被羞辱的感覺 對 不舒服嗎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後來現在回過頭來想 有兩件事要感謝他 是因為還好沒有 所以我就演了敗選 然後另外一件事是 因為他的這個方式 讓我有更大的動力 往前走 所以人家回過頭會問我說 如果之後這個導演再找你拍戲 你願不願意 我說我當然願意 就算有工作 然後有賺到錢 但是也有生活 但是好像少了些什麼 所以我就去思考了 是不是爸爸那一塊 在我心裡面 其實是被埋藏很久了 我想要把它拿出來 你有推過一些劇本 或是拒絕過一些 周而復始重複的邀請嗎 讓你的就是避免你自己的 演出形象再故作 我覺得到了拒絕那個時候 就是真的是比較高難度的 一個自我挑戰 對 其實我一開始 比如說一部戲來的時候 我一定要會先看這個角色 即使他重複的也沒有關係 那就是我的功課 我要如何把在重複的角色 類似的角色當中 變得不太一樣 這是我的該做的功課 那如果沒有感受的話 我答應人家 直接等於我對人家不負責任 也就是等於我對我自己不負責任 也對觀眾也不負責任 當你自己有感受的時候 你在表現出來的時候 才可以感動到觀眾 那你記得跟蔡月薰導演 《白色巨塔》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壓力是在哪裡 其實像蔡導跟帶導他們兩個人 是演員出身的 所以他們其實很了解 演員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那因為我最常接觸到的 就是他們兩個人 然後那時候蔡導是我第一次遇到 比如說我表演的是這條A條路 可是他會喊咖之後 他說 警方你可不可以試一條B的路 我說好好好 然後再喊之後 他說 那警方你可不可以試一條C的路 我說好好好 然後就是有各種不同 他會去告訴你說 你可不可以 在這個心境上 你可以換個方式講話 或換個心情 換個眼神來表達 然後他給我很多條 比如說ABCDE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在這當中學到 原來表演有ABCDE這麼多的表演方式 可是以前的表演可能就是因為 他只會給你一條路 可是從拍白色劇場的時候 蔡導給我開了這麼多條路 那現在作為演員又作為女演員 我們看你的角色跟露出都很多 這麼久以來 就是從小到大我覺得你應該都是美人 我們中文有個講叫美人配 從小到大這樣子 那你覺得外表或是美麗這件事情 一直都是你的推力跟助力嗎 他有沒有曾經 就是在你進入這個演員生命之後 會讓你自己比較小心一點 會擔心他妨礙了什麼 或讓人家看不到你真正的潛力 我要跟念華姐講一下 其實我從小不是美人配 我真的不是 反而是我周邊的一些漂亮的女生 追的男生會比較多 我反而就是在陪伴的那種 到青春期還是嗎 對真的是真的是 直到的是越長大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以前小時候拍照的時候 我想說我的眼神怎麼 永遠好像都沒睡飽的眼神 就是可能那個那時候還沒有 可能智慧還沒開還是什麼 所以你從小時候小女孩到你青春期 你都不是對於自己長得漂亮 這個是很自覺的 不是我完全沒有 直到了就是可能進了 表演演藝圈的時候 才會慢慢知道說 原來漂亮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才知道要把自己 稍微弄得乾乾淨淨 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 然後才可以對觀眾負責這樣子 對所以其實我小時候也 不是什麼美人配的 就正常 對因為我看我們的資深攝影 致明拍你的時候 剛剛我們看到第一支報導 你有非常多 我覺得幾乎吧是不是 因為他拍日常的你 就幾乎都是全部素顏的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奇 就是說你對於自己的外貌 或者我們應該講露出的形象 這件事情 其實那個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雖然我們看你有這麼多的代言 華麗的代言 還有曼代馬連 給我們的印象太深了 對但是其實美麗跟外貌 這件事情對於你來說 你沒有那麼記掛在心上 可以這麼講 漂亮的東西每個人都愛 那自己漂亮一定是要嘛 那我覺得其實對我來講 現在來講內在的東西 會比外在的東西更重要 對所以 我會比較重視內在 因為有時候人家不是都講說 是相有心聲嗎 所以當然不是要把自己 都是不整理啊不打扮 所以你有感受到那個像有心聲 在你身上的一個影響跟作用 會我覺得還是會有 對就是 你越長大 越經歷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看到的一些人 知道了一些事 或者你的挫折挫敗 開心喜樂 那些都是會一直不斷的 在你的內心一直在堆疊的 然後你要怎麼去消化它 你的這個養分 就是會影響到你的外在 所以不是一些 整個人的氣息齁 對不是一些漂亮的化妝品 衣服等等之類的 才會讓你這個人漂亮 可是人漂亮但內在空的話 還是會有點鬚鬚的 所以現在ouses會有一個 才會擁有一個 還是讓你坐在那邊 放著 三 五 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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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是不是結束 再來三個 一 二 再一個 想想看你的Sexy Back 就更有力量 可以再做個十下 我還可以了 再來再來 再三個 教練在鏡頭前 也沒跟楊錦華客氣 該做的健身菜單依舊很糙 讓他忍不住 碎碎捏 想說是痛苦的感覺 明明就很多人了 可以 撐下 撐著聯帽外套 包緊緊 要逼自己大飆漢 楊錦華更不放過自己的事 舞台劇的劇本要先背 然後又有兩個劇本 要看 所以腦袋一直在跑 大概我兩點多 都還在跟他傳東西 而且我大概三點才睡 好開心 沒睡幾小時 一大早照樣爬起來訓練 已經很鮮瘦的楊錦華 為了貼近接下來舞台劇中 美燕飯店老闆娘的角色 咬著牙 坐起不那麼熱愛的健身 哀哀叫之餘 動作到位 教授 你是個聰明人 我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 像您這樣的一個男人 會對像我這樣的一個女人 敬而遠之 排練時舉手投足千交百媚 楊錦華素顏加上白衣黑褲 自然簡單的模樣 最後像他把自己丟到劇場磨裂 直接面對台下觀眾的反應 少了修飾 是 就是大膽的狀 就順風看有什麼火花這樣 剛好這個角色他又比較 比較有多元化的發展 輪到其他演員排練 他依舊投入 在旁邊觀看笑得開心 一有空檔就跟導演討論 好像他沒有特別覺得說 我已經有這麼多的這個 在演電視的這個經驗 對於我們舞台劇這一塊來講 他還是抱著一個 好像心聲的這種感覺 就是我還是來學習的 儘管不是第一次演舞台劇 楊錦華還是把自己當心聲 前輩樊光耀看著他 從一把清金鐘獎到舞台劇 這段歷程也如同心聲 就放在那兒吧 夏教授 您看一下 我這一陣子跟錦華緊密的這個工作 我發現他不一樣了 所以剛剛講說這個脫胎換骨啊 演員就是因為有許多的痛苦 你在生活當中的經歷 然後歷經這個劇中人的經歷 可是這並不影響他自己處世的態度 楊錦華學著汲取人生苦境裡的深水 讓他們灌溉自己的戲劇良甜 人生張持間取得平衡 他演戲也是一樣 表演才更收放自如 就覺得說應該是嫁給富商 或是嫁給老生有錢男朋友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 結果認識怎麼 怎麼了 怎麼這樣子呢 對 都很好啊 也很好啊 真的 笑談剛認識楊錦華時 對他的刻板印象 好有眼中楊錦華是個簡單的人 形容他像一隻沉睡的蛇 外表看似強勢 骨子裡走隨著暖旅路線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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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鐘獎後整理好心情 楊錦華第一時間打給天心 一打來就跟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 我心想怎樣 怎麼你做什麼 啊 這樣子 還說只是想到自己的感受 都忘了你 對 因為我們同時都落發 我覺得晚上的海邊會比較多 會比較多一點點寧靜 對 楊錦華喜歡聽著浪聲 沉澱思考 看著海邊開心的小朋友 回想童年記憶裡的那個他 就算有工作 然後有賺到錢 但是也有生活 但是好像少了些什麼 所以我就去思考了 是不是爸爸那一塊 在我心裡面 其實是被埋藏很久了 我想要把他拿出來 父母李懿曾多年沒見到爸爸 他主動和父親聯絡 親子間的和解 填補了心中缺憾 放下 反讓他破解而出 以前非常沒有安全感 可是 現在我就是我有講說 因為我現在心裡 比較踏實跟平安 就是我現在是比較勇敢的去面對 面對我害怕的東西 自認現在是身心很自在的階段 楊錦華變得柔軟 學習不跟那個好強的自己硬碰硬 在人生舞台上 他對起落要更無所懼 期待寫出開心的劇本 讓看楊錦華演出的人 都感受到他詮釋的 是更傳真的凡人人生 有兩個喔 一個是梵光耀講得很妙 當然因為我們都剪嘛 可是他真的有講那一句 他說 哎呀他就一個人脫胎換骨 一個人經歷很多人生的痛苦 然後一個就是說 你講說你會勇敢 因為你勇敢的 面對自己越害怕的事情 那如果把這兩個連起來 就想要你跟父親和好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成年人的和好非常不容易 那因為小時候還不懂 那你越長大 你越看到很多的事情 然後經歷的人 那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課題 就像你剛剛講的所謂的脫胎換骨 跟苦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辛苦 跟苦 那是不能做比較的 那我覺得我對於爸爸這一塊是 我後來越長大 越慢慢了解到就是 爸爸其實對我們是有愛的 只是他的一些可能管教的方式 是不大一樣的 可能是我們在小時候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現在長大了 就知道一些做父母他們的一些辛苦 那我覺得我也不太希望就是 因為那是他們上一代的戰爭 就是爸爸跟媽媽之間的上一代的事情 我也不希望是可以影響到我們的 我這一代跟我的下一代 或者下下一代 那我在想說那就靠我這一代 去修補好 爸爸媽媽跟我的這個三角關係 雖然修補是需要時間 但是至少我有跨出了那一步 是說告訴爸爸我願意 然後我覺得我相信 總有一天他是會被 那個裂縫是被修補好拉好的 變成一個很漂亮的一個 三角關係這樣子 會感覺到你需要去 去在這麼重要的親密關係裡面去修補 或去和好的原因是什麼 你牧師他很有靈犀齁 他問了你一句話嗎 對他就問我說 因為我是問我的那個牧師跟他講說 為什麼就是我的人生當中有工作 然後也還OK 可是為什麼我的心裡面還是不平安跟不踏實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講一句 那你跟你的父母親的關係好嗎 然後那時候我就突然想說 欸 我原最基本的跟父母的關係都沒有出好的話 我怎麼再去對外呢 安全感 對 對我覺得那是那個安全感的由來 跟 因為其實跟家裡面的關係維持好 其實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家裡面關係沒有維持得很好 其實你在對於外面的一些 可能人際關係或者是發生一些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去很坦然的去面對 因為家裡的關係是我們人生第一個親密關係 是 是我們第一個親密關係 是 是跟著我們的 是跟著我們的 所以當你跟父親和好以後 你去想像你自己發展你各種朋友的 或是情愛之間的親密關係 你覺得自己會不會 會比較不一樣 就是那個互動會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會有比較不一樣 然後也比較 會更認識自己說就是 你自己要做什麼 對 你自己要做什麼很清楚 而不會一昧的就是 別人講什麼你就跟著去做什麼 特別是在親密關係裡面 對又或者是友誼關係裡面 對因為可能以前 因為你家庭關係不好嗎 你剩下能夠依靠的是什麼 朋友關係 所以以前在朋友關係裡面 你會比較非常保留自己的意見 然後以別人的 就是別人會決定你們的互動模式 是這樣嗎 可能也長大了 然後 也更懂得怎麼就是跟朋友們相處 對 以前的話可能像就是 可能小時候大家就會互相黏在一起啊 然後可是 就 因為我的性格就是 跟著人家走了以前 然後可是現在就是慢慢的會 越來越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後 就會往那條路走 然後朋友們就會覺得 欸你長大了耶 師娘可是Leadership 對啊 你看那個早早的鏡頭 有有有 師娘都是在前面 不管是在悲傷 在歡送 對 或受到衝擊的時候 一定是這個對型 師娘是最前面 有有 我很多朋友他們就講說 欸你為什麼演了一把星之後 就整個人的狀態 跟講話跟思維 就有 跟以前變得不太一樣 我覺得可能 對於他是個標竿 但是 也有可能在對的時間 然後 有一定的一些經歷之後 剛好 碰撞在一起 所以就 變得不太一樣 那但是我朋友他們都很開心 就是 欸我好像 不再像以前是那種小女孩 他們覺得 就是 我長大成熟這樣子 其實我要的就是真的很簡單 然後 然後 就是一個很支持我的另外一半 然後 很溫和的 然後 因為 他一定也很清楚我喜歡的是什麼 我覺得 就像我也會去相同的支持他的工作一樣 你覺得幸福這兩個字 在你人生裡面的那個圖像會是什麼 你可以具體描繪一下 就是 你在一個什麼狀態裡面 嗯 那個狀態裡面 你很清楚你自己會有幸福感 那是什麼圖畫 其實我要的就是真的很簡單 然後 嗯 就是一個很支持我的另外一半 然後 很溫和的 然後 因為 他一定也很清楚我喜歡的是什麼 我覺得 就像我也會去相同的支持他的工作一樣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一個家庭裡面就是兩性的關係要很 維持要很重要 可是 重點是 不管有任何的挑戰進去這個家庭 只要兩個人的心思意念是相同的 再大的問題 再大的挑戰 我相信都是還是可以一同解決的 那 嗯 我自己的話就是 一個很 簡單 平凡 健康 溫馨 的一個家庭 你的下一代他們會看到你們的 互相扶持的那種感動 會影響到下一代 所以他們 才會 整個家庭才會 健康美滿這樣子 所以你看 我覺得不會很久了 因為 如果看那個餘季的訪問 短短短短的 就很容易被 被他的那個拳法打掉 太極拳 可是他就聊到下一代 下一代 下一代三隻 那 又要健康 我把這兩個詞挑起來 然後加在一起 所以不會很久了 希望了 對 然後我們今天聊到這邊 我覺得你很有智慧 因為 不管是你自己講的 或是你quote別人的 我記得在金中央之後 你說沒有關係 你又多了一顆珍珠 遺珠之旱 遺珠之旱 那四顆 在好幾顆就串成一個 一個鏈子了 其實 其實我講的那個珍珠 其實 我一開始想的時候 不是想到 第一個 新思念不是先想到遺珠 不是想到遺珠的意思 我會想到只是 上帝留了一顆 很漂亮很珍貴的東西給我 就是珍珠 其實並不是我要 先銀色遺珠 然後再去想到珍珠 不是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溫暖的比喻 而且你會安慰到很多很多 在人生各種競賽 各種珍珠裡面 而且當時沒有拿到那個獎盃的人 是 很有安慰力 是 其實在寫這個同時 我是在隔一天 金主獎隔一天寫的 其實在寫的時候當中 我除了心情上的一些東西之外 我自己也必須要很多話來鼓勵我自己 我可能必須要去找一些東西 然後一直不斷地鼓勵我自己 其實我後來那四天 我是四天後我出去工作 然後這四天我都待在家裡面 然後也沒有太去跟人說話或者是什麼 可是我會 第一天一定是難過的 可是到了第二天就慢慢好了 到第三天我就開始在思考跟反省自己說 其實 我自己這樣想的啦 我想說在一個競賽裡面 有五個入圍者坐在下面 下面所有人都是精英 五個人都有百分之二十的機會 你為什麼會覺得你自己有百分之八十的機會呢 然後這個檢討的地方是 也在提醒我自己就是 我只要 就是說我在每一場的工作或者競賽 或者是什麼 讓自己保持一個平常心 而不要去得失心這麼重 然後讓自己再更 心再更寬大一點 眼睛再更寬大一點 你或許就會更快樂 今天非常謝謝景華 大家記得要去看舞台劇 因為剛看那些片段 非常精彩 那個老闆娘的角色好像又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 祝福你 謝謝 其實2016很快 歲末就到2017了 希望2016對於你將來 不管從什麼角度回憶起來 都是你會非常感恩的一年 會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